MOS 之間 這些是甚麼來的 各位同學早晨 今天我們談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甚麼來的 未聽過 物聯網就是利用互聯網 將物件互相連繫 日常生活內也會應用得到 而我們InnoSpace Procet 所安裝的智能家具系統 就是其中一種 即是怎樣 很簡單 只要我們安裝了家居智能裝置 就可以體驗到人工智能的發展 現在你用這部手機 就可以自動開關燈和窗簾 你在這裡按一下 你就可以控制窗簾開關 不僅是這樣 你還可以升空 Turn on the light 這個系統還有沒有多些特別的東西 當然有 只要加上感應器 它會持續偵測課室的溫度 然後根據預設場景設定 通知不同的智能開關鍵 自動開冷氣和散窗簾 那你們上課就不用怕熱了 它那麼厲害 會不會觸刷嗎 觸刷它又不會 但是 只要我們在對外的門窗 加上感應器 和預設轉換場景 萬一有陌生人在晚上進來這個貨室 那整個貨室的燈就會亮 手機晴晰還會自動發個訊息給我 智能家居系統真是令我們生活上方便了很多 我們配合學校人工智能的課程 用有關的理論和編程去教你們 令你們可以透過體驗和實踐 學到人工智能的知識 培養你們資訊科技的能力 大埔九虛公立學校的Innerspace 課室 裝了思奈德電器Wiser智能家居系統 可以透過Wise by SE的應用程式 接駁新家的智能裝置 最適合上課或者生活習慣的場景 而且Wiser智能燈製全平面的外形設計 更好漂亮 真正做到內外兼備 要拜拜 佩農 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